大家覺得哪一個可能是釣魚的網站 這裡有四個 長得都不太像 大家覺得哪一個是釣魚的網站 因為第一他把那個ORG的OR變成0 讓客戶很容易提錯或是誤判他的網址 標準答案我們為這位來賓鼓勵一下 這個答案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O它把它寫成數字的0 0和O其實長得很像 我們如果每個人都有這個警覺性 這個是還有一些訓練 可能是最好的預防網路釣魚的一種方式 網路釣魚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可能大部分的駭客可能是在做一些網路上面的一些身份的道具 可能偷到一些憑證 最後他可能可以在經典上可能會有一些利益 所以網路釣魚的定義就是它是透過網路的詐騙手法 有的時候會操縱人的心理因素 跟你講說你中大獎了 叫你把稅金匯到某個戶頭 這個可能是因為心理的因素 所以當然有哪一些網路釣魚呢 網路釣魚的分類大概就是分成有兩種 有兩種攻擊的方式 一種叫做廣步的攻擊 一種是深度的攻擊 所以網路釣魚通常我們利用習慣與信賴 然後利用輸入 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王子的混淆 然後還有對技術或法律的不熟心 技術的盲點 當然重大獎 幫我刮刮樂等等的 這種都是網路釣魚的一些手法 為什麼還會有餘兒上課心理因素 那除了心理因素之外呢 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迷思 網路釣魚會有一些迷思 什麼迷思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說 不要開啟電子郵件的附件就不會中毒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發現這種電子郵件 就算我們不開啟 你打開了 甚至有些網頁你打開了 你大概就已經中毒了 那另外就是說 知名網站已經通過層層把關 是不是就不會有網路釣魚的疑慮呢 兩種像Google這種大的網站 其實也不見得 設計良好的釣魚網站 可以餘賣90%的使用者 比方說這是一個Google的一個Email 那看起來像是Google 但其實是一個假的電子郵件 導到假的Google Drive 所以設計好的網站 不見得是一個 不見得就不會有問題 那另外 預證式的文件 或政府相關單位網站 是不是就不會有問題呢 也不見得 那有可能是我剛剛說的 魚叉式的 魚叉式就是針對企業 或者是政府機關去做攻擊 然後這邊就有個例子 這是美國史上最大 美國政府四百萬里 各資招竊的一個案例 美國政府網站 你有可能被駭客 可況是我們一些企業的網站 所以有時候我們連到 看起來像是正確的網站 但是可能是假的網站 這個時候就要我們自己 自身做一些判斷 我們連到正確網址 剛剛說的有可能是深度的攻擊 有可能你的網址都打正確 因為你的DNS被攻擊 你可能就會到假的網站 這個時候可能就是我們人的心理因素 以及訓練 我們看看上面寫的字有沒有怪怪的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預防 另外就是說 輸入正確的網址的網頁 是不是可以防範網路教育呢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可能是 你雖然輸入正確網址 Google.com 但是你的DNS被駭客 或是你電腦裡面的轉址的檔案被駭客 那就有可能連到假的網站 我們要暢遊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些防範 就算是我們覺得 對電腦網路已經非常了解了 我們仍然需要做防範 我們在使用網路之前 先多了解網路的風險 然後呢多想一想 多看看景點 然後呢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才去做上網的情況 才去做上網的動作 你可以發現說 9到16歲的這個年齡 其實是大部分涉及網路的使用者 那這個年齡 不會檢查我 隱私政策的佔了60% 不會清理流氧紀錄佔了58% 隱私的交易 交易 那你會見到 這次 我們到達了 那邊 今天 這次 要消防 這裡 我們萬一